政交所董事长薛奇将出任财经政务委员 加上管中敏转任金建会主委 张家柱接任经济部长 新内阁的财经团队可以说是正式成军继续拼经济 那么财经小内阁面对的是怎么样的内外经济环境 将如何更好地为台湾经济注入活水 我们今天的焦点纵横为您探讨 吴教授您好 您好 请教老师您认为新内阁将可以怎么样更好地带领台湾平经济 是 其实这里牵涉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政府到底在经济面上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种角色 那以我的看法我是觉得应该是不要做第一线 然后它应该把对整个我们的投资环境 我们的生活环境 那用得公平 公正 然后又是安全 那让大家非常和谐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其实不要去再来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种产业 然后现在要发展什么 明天又要发展什么 我想不是在这个样子那么极力的 然后在市场上做一些干预 这个是比较重要 财经其实就是民间为主 非常要紧 所以我们再来看现在这个新的内阁里面 所谓的这种财经那个小内阁 那其实就是那个经监会 中央银行 还有这个经济部 然后其实这几个是比较重要的 那个财政部是另外 那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中央银行 它是这个彭总财继续连任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定心丸 至少在短期 然后让国内外的人事 然后现在都比较放心 所以这一步是蛮不错的 然后最重要的 有我的看法是经监会 因为经监会它是一个统合 各个部会在财经方面的一个政策的 那过去几年来 经监会其实都做小了 因为它没有负起这个责任 到底是他们的责任 还是其他的责任 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现在这个新的这样一种主委 他现在是政委员 然后来兼任 这个应该是权力比较大 所以各个部会应该是会合在一起 我也希望真的是他能够做这样一种主导 然后不要让各个部会各自为政 那现在这个政委员其实是学起来当 他是老经验的 他是政委员 所以他是在背后 然后如果跟目前的 然后经监会能够好好去合作 我觉得以后应该会好 所以我是希望新的小财经内阁 能够好好发挥作用 这个是我们全体台湾人民之福 哇